不是 因为我是和我男朋友一起来的 啊 你有男朋友? 没有 我已经结婚了 你已经结婚了 天呐 早婚 我就比较花心 是吗 我也挺花心的 那就好 等一下 我觉得你挺酷的 对吧 有什么事吗 有事啊 然后因为我看到你 我觉得你挺酷的 然后我过来搭讪你 我想有机会的话 可以约你出来玩 但我不是这边的人 我也不是这边的人 你是哪里人 我从北京那边过来的 我以为你是西安的 看上去就是很西安的感觉 是吗 但我是东北人 你讲话有点像北方的 对 那你来这边玩多久 一周多吧 一周多 现在是第几天 第二天 第二天 对 那我还有五天的时间 甚至可能不是特别方便 你不住在这附近 不是 因为我是和我男朋友一起来的 你有男朋友 没有 我已经结婚了 你已经结婚了 天呐 早婚 早婚 你多大 你多个朋友吧 你多大 我快三十了 我其实挺喜欢比我大的 你多大 我九八的 你太小了 来吧 你真结婚了 我猜 我真结婚了 生孩子了没 没有 没有没有 就个朋友吧 好吧 我还想说 没有生孩子 我还有机会 太小了 九八年的 那我要是在大十岁 你是不是就接受我 哈哈哈 说吧 你今天被多少男生搭讪了 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吗 我就是 我刚从天府星区那边过来的 你一个人吗 对一个人 那我放心 我怕你男朋友突然过来揍我 没有没有没有 过来溜达溜达 溜达溜达 哎 那你是跟你男朋友住在一起 也没有 就是 他马上要有工作就回去了 我要多待几天 我希望他赶紧有工作 对 给我点机会 但我最近玩游戏接触的 都是像你这么大的 你玩什么游戏 狼人杀 狼人杀 GPP 那个游戏 小学生比较多 对对对 都是00后 就我每天跟一帮孩子在玩游戏 我不是00后 98年 你杀生过呀 我射手 射手啊 对 怎么了 我比较扎一点的绳子 你什么星座 你猜 我猜 应该能猜出来 感觉像是 应该不是处女座吧 不是 不是处女座就行 不是 我觉得像柿子 也不是 白羊 也不是 我挺喜欢火象星座的 哦 那我不知道你什么星座 分象的 分象的 分象有什么样的星座 天秤 天秤 哇 你射手座啊 我之前有个男朋友是射手的 怎么样吗 他有没有扎你 嗯 还行吧 还行 就被扎了 但扎的不深 就是挺花心的 挺花心的 你喜欢花心的人 还好吧 还好 我就比较花心 是吗 我也挺花心的 那就好 对 我就怕你说 我是一个 怎么说呢 很传统很传统的女人 嗯 就 这怎么说呢 天 也不能说不传统 我也很传统 那你来成都几年了 我七月份才来的 那你才 你是刚毕业没多久吗 没有 我是来这边玩 然后顺带工作 哦 因为我觉得成都很好玩 不想在无锡待一直 无锡 无锡也挺好的 无锡那边的人 嗯 我觉得太呆了 是吗 我比较喜欢活泼一点的 那边如果我搭讪你的话 你要是一个无锡人 你可能就 我以为你是那什么 做什么活动之类的呢 刚才问了一下 你是每天都在这儿溜的吗 你觉得我这么闲吗 该溜子啊 这是搞艺术创作吗 艺术创作的话 我喜欢在家里看黄色录影带 哦 对 激发我的设计灵感 你真的挺小的 比我小 四五岁 四五岁 你喜欢比你大的比你小的 我喜欢比我小的 但是比我大的跟我更合适 能理解吗 这个 我又不跟你结婚啊 真的是 有没有机会 哎呀 我知道 我知道 我都结婚好几年了 我结婚好几年 三年吧 三年了 老公有没有家暴情像 没有 我还在想有没有家暴情像 有家暴情像 我来做白骑士 那 你这几天什么时候有空 我这几天应该都没什么空 你今天有空吗 我就今天有点空 那我约你今天下午没有咖啡吗 那 那 我刚喝了一杯 没事 那你喝 那再喝一杯 可以 可以 行 但我对这不熟啊 你对这不熟 肯定比你熟一点 嗯 行 那我们晚一点 你忙完你现在的时候做事情 然后我约你 行 我加上了吗 嗯 你同意了吗 对 快同意 Mike OK 你回去把备注发给我 我的名就是我的备注 你就直接存就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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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